在2010年5月的一天,生活在武汉的维修家电的张师傅,拆开一个坏掉的电视机,从里面调出了一张小纸条,这张纸条上写着几句话,却牵出了一个惊天大秘密,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? 江汉区前进四路是一条电子街,专门经营各种电器设备,以及一些二手机器,很多人讨二手机器都会来这条街。 2010年五一刚过的一个星期五上午十点钟的时候,张师傅将之前从回收家电的手上淘来的一个彩电后盖拆开了,突然一张叠的方方正正的小纸条掉了下来。 张师傅有些好奇,他把小纸条剪了起来打开,因为放得有些酒上面蒙了一层灰,他吹掉上面密密麻麻的灰尘,只见上面写着两行字,大意是自己被绑架了,快救命。 字的下面还有简易的示意图,张师傅看完以后以为这是哪家小孩做的恶作剧,也就没有在意。 他把纸条随意得往桌子上一放,转头就去鼓到他头来的几件就电视机了。 这时,平日里很喜欢到各家串门的杜师傅来了,他先是和张师傅寒暄着东家长李家短的瞎砍,杜师傅也是无心瞄了一眼桌子上的纸条,然后这张纸条上面的内容就引起了他的注意。 上面的救命着重写了两遍,旁边还附有周姓父亲的电话号码,底下的示意图画得很简陋,但是也不是不能看明白。 杜师傅大概猜出,纸条主人的家在一个叫曾强宝家的不远处,而这个叫曾强宝的人绑架了这张纸条的主人。 示意图就是一张从纸条主人家到曾强宝家的简易地图。 杜师傅看着内容感到毛骨悚然,随即就问张师傅这张纸条是怎么回事。 张师傅敷衍地回应他,说这是哪家小孩搞的恶作剧,还说不用管他。 杜师傅还想再说什么,张师傅还是那副事不关锦,高高挂起的态度,这让杜师傅放弃了与他继续讨论这件事的想法。 杜师傅保持着宁可信其有,不可信其无的心理,他试着给这个周姓的父亲打个电话说明一下情况,电话拨通了以后,杜师傅向他说明了来意。 而对方那边似乎并不领情,反而是劈头盖脸地把他骂了一顿,说他是个骗子。 杜师傅赶紧跟他解释,周傅却说自己孩子已经出去工作一年多了,如果女儿真的在曾宝强家里,他能不知道吗? 于是他毫不客气地就把电话挂断了。 杜师傅其实也能理解这位父亲的心理,一个陌生人打电话过来说自己女儿被绑架了,多少都会让人觉得是一场恶作剧。 但是另一方面杜师傅又感到心疼,万一就是真的呢,那这个父亲当的也太不上心了吧。 杜师傅见事情没有任何进展,自己也毫无他法,最后他拨通了报警电话,准备把这个事情交给警察来处理。 原本他以为警察也会认为这是一场恶作剧,不料当他们听到曾强宝的名字以后立刻打起了精神,他们立刻找上了杜师傅想要了解具体情况。 因为目前这个曾强宝就在警局里被拘留着,而他这次也是狗改不了赤屎侵犯了一个叫萌萌的女孩,未遂。 女孩直接跑去警察局报了案,称自己晚上回家路上被一个骑摩托车的男人撞倒。 那个男人趁他摔倒的时候,将他拖入树林将他侵犯了。 做完这些事情以后,作案人就匆匆离开了现场,而萌萌反应过来以后,正巧捡到了曾强宝的饭卡,上面是他的照片。 萌萌带着饭卡去报的警,后面经过DNA鉴定发现的确是曾强宝所为,所以这才使得曾强宝被抓。 在审讯曾强宝的时候,对方对绑架仪式只字未提,面对侵犯萌萌的铁证如山的证据,他也仅仅承认了遗众。 但是警察认为曾强宝作案手段非常娴熟,所以他肯定是个惯犯。 眼见着拘留时间就要结束,这时候正巧来了这么个惊人的新线索,警察自然不会松懈。 为此,他们立刻成立了专案组,对本次案件进行搜查。 那么他们能搜查出怎么样的真相呢? 武汉一名师傅偶然从回收电视机里发现了一张字条,被他的同行度师傅发现随后报了警。 警察开始对这张纸条上的内容进行搜查,他们具体能搜出什么东西呢? 警察直接来到了曾强宝的家中查看,找了一圈没发现什么,但是纸条上显示他的家里是有一个地窖的。 为此,警察们也是通过邻居们的指引终于在后院里发现了一个地窖。 打开地窖的瞬间,一股霉味臭味扑面而来,随行的人差点被熏吐了,通往地下的是一个梯子。 民警随即就顺着梯子爬了下去,地窖里非常昏暗,然后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景象惨不忍睹。 地窖里面堆满了垃圾,以免浑身赤裸的女人被锁在地窖中间,背上有大面积的溃烂和淤青。 她垂着脑袋已经奄奄一息,那满头的头发早就结了快,使尿都在一个盆里解决,潮湿的环境加上恶臭,很难想象她是如何活下来的。 民警赶紧叫人地工具下来救人,很快他们又发现了在不远处的另一个洞穴里的女人。 那个女人的状况和先前发现的女人是一样的,也没有好到哪里去。 警察们赶紧叫人把他们解救了出去,他们被裹在毯子里抱了出去,救援人员随后给他们递了一些食物垫垫肚子,等他们吃了一些东西以后恢复了一些体力。 警察们让他们好好洗了个澡,即使他们一共洗了三次澡,但是身上的恶臭还是无法洗掉,这就足以证明他们受过多少非人的折磨。 而增强宝贝居留的这段时间里,一次都没有提及这两个身处地窖的女孩,这两个女孩已经被饿了六天了,身体骨瘦如柴,严重地营养不良。 他们想起在地窖里的生活就泣不成声,警察不得不给他们时间稳定好情绪。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静养以后,这两个女生终于是恢复了一些体力,警察便开始着手去询问他们的经历来收集更多的审讯资料。 到地窖里见到的第一个女人叫小丽,另一个被发现,然后被解救出来的女人叫周小红,那个血球救信的聪明少女。 周甫听说,自己女儿受了这样非人的虐待以后,心里是五味杂陈。 他找了这么久的女儿没有想到,就在自己的邻居家被囚禁了,而那个地窖,曾经还是他去帮增强宝修建的,增强宝还说是用来蓄水的,没有想到竟然是自己亲手给凶手搭建了囚禁女儿的牢笼。 为此他坚决认为曾强宝应当被执行死刑,那么关于曾强宝的惩罚又将是如何呢? 在民警对曾强宝进行审问的时候,他矢口否认自己有做过这些事情。 但是当那两个女人从他家地窖被救出来以后,他又改口说自己有精神病,不知道自己做了这些事情。 法官严厉地告诉他,精神病并不能作为摆脱罪责的理由,身处地窖的两个弱女子就没有想过逃跑吗? 他们又是如何被人带回来关进地窖的呢? 周小红说自己当年高考失利了,回家以后他跟父亲说想要再来一年。 可是继母觉得她是女生,多上一年等于浪费时间,于是就拒绝了。 为此,他和父亲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吵,青春期的孩子多少都好面子,被这样辱骂以后的周小红一气之下摔门跑了出去。 周傅当时也没去找,他认为周小红只是一时怄气,说不定过一会就回来了。 可不料,周小红刚出了阵子没多远,就被人从背后用绳子套住了脖子,他拼命反抗,奈何对方力气大的惊人。 他直接把周小红拖进了旁边的小树林里实施了侵犯,在侵犯的时候,周小红发现那个对自己实施侵犯的人,竟然就是他村里的邻居曾抢堡。 小树林边上人烟稀少,任他又喊又叫,却没有任何办法。 随后,他就被曾抢堡强行带回了家中,关进了地窖,当他被扔进地窖的时候,里面就已经有一个奄奄一息的女人在里面了。 这个女人叫小树林,他也是被曾抢堡实施侵犯以后拖进地窖的,从被关到他被救出来那天算起,他一共被关了五百多天了。 在这之间,他无数次地想要逃出去,但是结局都是失败的。 幸好有人劳作归来,小栗就抓住了这次机会,朝他们求救。 不料,他喊了两声,就被曾抢堡抓住了头发,捂住了嘴巴,制止了。 这次,曾抢堡将他拖回地窖就再也没有放出来过,而且为了让他记住教训,防止他在犯,他对小栗进行了一顿毒打。 不仅如此,他还特别狠心地往小栗的伤口上喷辣椒水,那个疼痛让小栗如今想起来都会站立不止。 之后被关进来的为此曾抢堡就给小栗买了一台旧电视和一些光碟,希望通过让他看电视打发时间而打消逃跑的念头。 但是小栗和小红一刻也没有放弃过逃跑的念头,他们应该在清空下享受生活,而不是被一个暴徒锁在这里当泄于工具。 曾抢堡给小栗买了这台电视,也正好给他们带来了希望,小红之前出去的时候,从桌子上面顺下来一支笔和一张纸, 那封求救信就是小红来写的,因为她认识曾抢堡,而且她的家就在旁边,所以介绍起来会更方便。 她写完这个字条以后,就把它交给了小栗,小栗想着法子把电视给弄坏了。 随后她把纸条塞进了电视后盖里,等晚上曾抢堡来的时候,赵立去打开电视,却发现电视坏了,曾抢堡也没有怀疑,随后她就把坏掉的电视给卖了。 而这个举动终于让两个人有了逃出升天的机会。 环环扣一环,这次再加上女人们的证词,曾抢堡也终于是把所有的暴行荷盘拖出了。 原来,在这之前,曾抢堡还犯下了十一起暴行,此外还有七次是未曾得逞的。 曾抢堡说,这些话的时候表情非常骄傲,仿佛那是什么值得炫耀的战警。 这些罪行可谓是罪大恶极,但是曾抢堡却认为自己罪不致死,他认为自己没有让女孩们丧命,也没有让他们怀孕,为此他对最终判决进行了几次上诉。 不过这些上诉都被驳回了,天网灰灰疏而不漏,曾抢堡因为非法监禁虐待他人,多次强奸妇女,最终他被判处了死刑。 这个结果可谓是大快人心,但是那些遭受迫害的女性又该如何自处呢? 女性在这个社会上本身就属于弱,